听一听宠坟主播小新临下播与粉丝的互动聊天 今天游戏就打完了兄弟们 那么我们就聊五天吧 聊几分钟天我们就休息了 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 你们看我直播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 是吧 时间过得很快了 所以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知道吧 我下播啊 我下播我不知道干嘛 你知道我下播啊 我我吃个饭 洗个澡 然后我就玩手机 我不太 我不想玩 我不知道我在玩什么 就我拿了一个手机 我跟他刷视频 其实我不想刷视频 但是我不知道我干嘛 但是我又睡不着 我跟他刷 我又不想刷了 我看我手机里面有累计软件 我每个软件我都点进去看一看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我又打开腾讯视频 我想去看一下剧 没有喜欢看的剧 就我下播了 我都不知道干嘛 兄弟们 你知道吧 小酒 啤酒 啤酒 醉成两杯 你不知道吧 我想你也会 你好啊 你好好吗 抱歉把你时间转到冷 我一般到六点六点左右 六点七点才睡 我下播你看现在是两点四十八 我洗个澡 三点半 吃个饭四点半 玩我手机五点 还有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我就可能会想着去运动一下 去 在 铺那个瑜伽垫 然后做佛城 然后放歌 可能放歌 可能做佛城 就做各种拉伸 然后运动 熬夜别高强度训练 容易出事 是的 你们应该也会有跟我 跟我一样的情况 对不对 比如说是 我没有直播 你们喜欢看我直播 我没有直播 那么你这几个小时 你不知道要干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干嘛 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不知道干嘛 我不直播的话 你们不知道干嘛 有吗 我相信我每天直播 还是会让你们养成这种习惯吧 养成这种 天天看我直播习惯吧 如果我一旦不直播了 你们可能 哎 不知道这五个小时 做点什么呢 吃饭 聊天 跟朋友说话 玩游戏 玩一个两时 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吧 玩三个小时 然后刷视频 也不怎么喜欢刷吧 其实我挺无聊的 可一看到你直播 我就兴奋起来 是吗 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孤独 我还好 我有徒弟在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孤独 但是 我们住在一块 不会觉得有孤独 但是我这几天 没跟他们住一块 我这几天搬到小秋这边 跟小秋一块住了 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人啊 我们人是群体 群体系列 待在一块 才会不觉得孤独 但凡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就好比我们现在直播间 在看我直播的那些 不管是上班 还是没上班 一个人待的 一个人待的时候 它是很孤独的 因为你不知道该干嘛 你每天的时间 都不知道该干嘛 睡觉吃饭 然后呢 又睡觉又吃饭 因为我 我有徒弟在 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孤独 但是我这几天有点 有点就是 有点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就是睡不着 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不想刷视频 我也不想 我也找不到好看的剧 我们有 已经下播了 已经打了这么久的游戏了 也不想打再打了 再打的话可能就是念枪 我就念枪 念念枪啊 准度啊 想想内容啊什么的 我每隔一段时间 我都会觉得好无聊啊 就是生活过得太无聊了 每隔一段时间会有这种情况 半年吧 应该是半年会有一次 我半年就是相当于四个月五个月会有一次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会让我感觉 这个生活好无聊 但不会一直这样啊 不会一直这样 就是 就是一段时间才会有的 只有一段时间才会有 就比如我现在这段时间我过得 过得很兴奋 过得很开心 就每天时间过得很充足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就会让我觉得很无聊 其实自己本身呢 不想这么无聊 但是没有办法去 打破这个情况 是吧 有的时候我就会拉着徒弟啊 去外面走走 这么晚了 你看都下播了 三四点了 去外面走走 聊聊天 聊聊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就去外面走走 这种情况只能去外面走走 知道吧 证明我是你 回忆 OK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那大家也早点休息 我们明天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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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